思想美丽的人,永远不会失败,它会成功。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将告诉您狮子座上升的12月预言。 该图是行星在运输过程中旋转的图表, 显示当前的行星位置。 新月是12月14日。 PRADOSH近视时间为12月12日和12月27日。 现在开始进行预测。 这里写了五个数字,所以您是狮子座方星为爱, 如果您的出生星座也有五个数。 字写在这里,那么此预测适合您。 请不要在观看视频时犯任何错误,否则预测将不匹配。 该预测基于印度时间和日期,因此您应该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日期核实。 兼设置预测 狮子座的主宰世孙。 您如何知道星座中的太阳强弱? 如果太阳位于星座运势或天秤座的第六宫、第八宫或第十二宫, 那么您的太阳将变得虚弱。 您将不得不忍受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因为太阳很弱。 您将继续遭受政府的痛苦。 通常工作会消失。 还将出现骨骼问题。 太阳坐在你第四宫的天蝎座。 与Kiju在一起会引起一些问题。 你应该控制住你的愤怒。 辩论会增加。 照顾父母的健康。 与朋友的关系也会恶化。 您的任何朋友都可以欺骗您。 如果您参证,您将获得好处。 再次来水里流连忘返。 您将从中受益。 十二月十四日有日食,所以在那一天,您必须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 十二月十四日有日食,在印度看不见。 月食将从晚上七点零三分开始。 如果您在这一天捐赠,对您有好处。 如果你不能捐赠。 太阳咒。 一个人应该唱这个咒语。 诵经咒可以摆脱您的所有问题。 在日食期间念诵咒语很快证明了这一咒语。 水星是您财富和收入的主宰。 水星在第四宫获得良好的结果。 水星将在十二月十七日进入第五宫,然后水星也将在该处产生良好的效果。 金星坐在你的第三宫。 您会在自己的智慧中表现出勇气。 您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会很好。 邻里也可能有恋情。 金星将进入第四宫,它仍然会给您带来良好的效果。 您也可以购买新车。 荣誉可以提高社会地位。 如果有敌人,它将结束。 您将获得运气的好处。 人们对宗教作品的兴趣将会增加。 您可以从国外获得任何好处。 如果您参与了创意领域,那么您也会从中受益。 每个星期五都应该背诵Sri Saktor。 火星是您的好星球。 火星是出生图表中第四宫和第九宫的标尺。 如果火星坐在您的第八宫,那么您可以得到祖先的财产。 如果您签署法律文件,请注意。 12月23日前,火星将排在您的第八名,您可能还会患上相对一样的疾病。 如果您已经患有这种疾病,请多加注意。 12月24日之后,火星将支持您的命运。 对于那些火星出生不好的人,这意味着火星位于星座中的第四宫、第八宫或。 第十二宫,那么您可以观察十二月三日的三KSHTICHATURTHI和十二月十八日的VINA YAKA。 CHETURFY 木星坐在第六宫。 木星和土星坐在摩日坐。 通过与土星一起进入摩、坐,木星将不会受到耻辱。 学生的痛苦可能会增加。 您也可能会错过学习。 不要与孩子争承植。 木星还可以在第六宫给您带来黄胆之类的疾病。 你也可以和某人有很多仇恨。 胃中会出现酸度问题。 如果木星在星座中的位置很差,那么敌人可能会加剧您的问题。 作品也会出错。 您的问题将会增加。 如果您尚未结婚,现在正试图结婚,那么您将不得不待一年。 婚姻也可以延迟。 如果您要进行手术,请不要立即进行。 改为服用一些印度草药药。 不要在外面吃东西。 您应该远离酒精、食肉动物。 你叔叔的问题可能还会加剧。 土星是你的第六宫和第七宫的主人。 土星在第六宫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疾病、债务和敌人将结束。 请记住夫妻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土星位于星座的第六宫,请注意配偶的健康。 请牢记办公室工作,否则您可能会被停职。 如果R-A湖在您的星座运势不好,也就是说在第四、八或十二宫,那么您应该在每个。 新月背诵Vishnu's Astronom。 在流水中,椰子的脱落也会减少Rahu的不良影响。 这个月的新月是12月14日。 糟糕的一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糟糕的日子。 您或我现在每个月要走一两天,这使我们感到压力,不是,麻烦。 悲观主义。 这做到了,那是心灵和大脑的主人,进入负面位置的时候。 当月亮进入第六、第八或十二宫时,它会伤害我们。 那些没有良好出生的人,他们可以在12月12日和12月27日观察PRADOSH。 这是施婆神的斋戒。 12月6日、7日和8日。 12月13日、14日和15日。 12月26日、27日和28日。 对您而言,这将是糟糕的日子,因此在这一天,您不应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 如果您不陷入一团糟,那就太好了。 控制您的语音。 不要说某人的灵魂受到伤害。 您的费用可能会增加。 健康问题也会出现。 GAJ-Cashry-Y-O-G 现在了解GAJ-Cashry瑜伽。 当木星和月亮在一起,或者木星和月亮面对面或者在四个地方面对面时,就 会形成GAJ-Cashry瑜伽。 就像现在一样,木星在这里,当月亮来到这里,在磨日。 座或者它将在白羊座来到这里,或者它将在巨蟹座来到这里,或者它将在天。 乘座来到这里,然后由于木星和月亮,GAJ形成Cashry瑜伽。 在GAJ-Cashry瑜伽中,木星和月亮结合在一起,木星表示金钱,月亮表示水。 因此,在这一天中, 资金流向良好。 如果您从事某些业务,那么您可以向某人收取款项,这几天, 您就可以从中受益。 这就是GAJ-Cashry瑜伽。 GAJ-Cashry瑜伽正在为这四天准备。 句号 12月4日、12月11日、12月17日和12月24日。 在这四天即12月4日和12月17日中,您将不会获得太多收益,但是剩下的两天。 12月11日和12月24日将为您带来收益。 周日保持斋戒。 诵读加耶特离真言。 早晨向太阳供水。 敬拜提示弩大人。 将将黄倒入水中并沐浴。 阅读Vishnu's Astronom。 孙众长者。 在星期四应用藏红花Geluk。 在12月14日的每个新月。